嗨 大家好 我是Mita 今天呢 我來跟你們分享我的東京戰利品們 然後因為我現在有點感冒 所以聲音有點偏難聽 但是我還是想說要趕快儘快來分享 其實呢 我這次決定去東京的這個計畫是非常臨時的 就是大概是出發前兩個禮拜呢 突然決定說好像可以去東京過生日 然後也因為疫情三年沒有出國了嘛 所以就非常的期待 那這次呢 就來跟你們分享我在東京買了些什麼東西吧 不免贖的呢 當然就是要把我在東京迪士尼的髮褲趕快拿出來戴 不然之後真的是不知道有什麼時候有機會再拿出來 這隻又來湊熱鬧 他對於我這些擺的非常雜亂的東西 就是會覺得特別的有趣 覺得好像有什麼好玩的 那既然從迪士尼呢 我們就從迪士尼的翻譯品開始好了 我這次去的是迪士尼Land 那其實我覺得迪士尼C比較對我的位 就是我每次都是去迪士尼C買了比較多東西 那為什麼會想要去迪士尼Land呢 是因為他們就是開了美女與野獸的新園區 那因為我一進去就發現他要排隊200分鐘 所以呢 我就秒買了他的那個快速通關 就想說可以節省到兩三個小時的排隊時間 其實也是非常的划算 畢竟呢 我們玩了一整天都沒有把設施玩完 那我第一件呢 很明顯就是我身上這一個 迪士尼的衣服 本來就是想好我只穿一套帶一套衣服去東京 覺得就是前三天我們逛澀谷啊 表餐到說就可以買到很多戰利品 殊不知呢 我只買到一件衣服 到了第十年那天呢 我就沒有衣服可以穿 我就穿了我原本前幾天穿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這樣拍照起來真的是 不太OK 我就跟這個髮枯呢 一起買了 那其實呢 我自己原本也是有帶一個大飛的髮枯 就想說這個這麼沒路用的東西就是不要再買了 可是殊不知你到那個環境呢 還是會忍不住 就是想要再買一個新髮枯 我還買了這個非常可愛的毛毯 可以當披肩的那一種毛毯 然後整個質感呢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 非常好的 這個很可愛的米妮 然後冬天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是可以當個披肩 然後是小蓋毯 都還蠻舒服的 那因為這是有美女魚眼獸的新園區嘛 所以這次在購物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買就是跟美女魚眼獸相關的 我就買了這一個 我覺得他的盒子呢 非常的精緻 很漂亮 裡面呢 就是小點心吧 其實我有點忘記 裡面是什麼小點心 但是因為我覺得盒子太漂亮了 就是吃完的時候呢 還可以當個 可能收化妝棉啊 什麼的 就可以收一些東西 飾品都可以 那我買兩個 其中一盒呢 當然就是要抽獎送給大家 那抽獎方式呢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就很簡單吧 就是留言啊 然後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就會抽出一盒這個美女眼獸的點心給大家 再來呢 是這兩個包包 非常的好看 他們兩個其實是同款包 但因為都太好看了 所以我最後就是 選不出來到底要買哪一個 就兩個都買了 這個帆布袋呢 是我之前看Grace去東京的時候呢 他就有買 然後他現在也非常的常備 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看 然後又很實用的包包 就忍不住跟Grace買了這個姊妹包 我自己硬要學他的 這個包包呢 他有非常多個顏色 那我選的呢 是我自己吃心最愛的這種奶茶吐色 印的這個converse Tokyo 就是會有一種覺得這個好像就是東京限定的 然後去東京就是不買 好像覺得哪裡怪怪的 然後只有在東京買得到的感覺 他裡面呢 是有這樣子拉鍊夾成 然後也有兩個小口袋 就是我覺得裡面是還蠻就是方便 可以稍微小小分類一下東西 就是東西呢 比較不會不見 而且 你豎起來的時候呢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黑色的呢 他是皮革款 然後摸起來是那種很軟 很有質感的那種皮革 而且兩個價格竟然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覺得皮革款感覺要貴一點 我覺得黑色就是非常的耐妝 感覺我出門工作什麼的 都可以背他 都可以裝很多東西的感覺 你們覺得呢 黑色比較好看還是這一個帆布的顏色 我覺得黑色是實用 再來呢 意外的是 鞋子戰利品 我還蠻意外 我這次去東京要買這麼多雙鞋子 因為我平常呢 其實沒有 不算是一個很愛買鞋的人 但是呢 就是意外的在東京看到很多雙 我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 價格 算起來好像很便宜 第一雙呢 就是我在元素的Nike店買到的 土色配上黑色的勾勾 非常的好看 就是一個我平常很熱愛的穿衣色系 而且它連鞋帶都是同色系 我覺得超好看的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的鞋子呢 就是非常的好搭 然後這一兩年就是非常的紅嘛 但這個配色呢 我在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一樣的 這顏色可能在台灣沒有很紅啦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可能比較不會撞鞋 買鞋子的時候呢 加購100日元就可以獲得他們的這個替代 有點像那個IKEA的那一種 塑膠微防水的那種袋子 就是可以拿來當購物袋 然後我覺得也很好看 再來另外一雙呢 是這個VANCE的毛毛鞋 冬天呢 我就忍不住想要買各種毛毛的單品 然後這一雙呢 它不只是毛毛鞋 它又是那種 懶人鞋的那一個樣式 就是穿進去就可以 除了旁邊這個毛毛啊 它鞋底也都有毛毛 就是冬天穿感覺會蠻溫暖的 然後它有蠻多個顏色 我選的這一個是 比較深的奶茶色 很好看 而且它整個鞋量是蠻輕的 就是穿起來感覺是會蠻舒服的 再來下一雙是這個NICO ANN的鞋鞋 那我其實後來買了它之後 在日本的幾天呢 都是穿它 因為比較保暖 然後很好走很舒服 它也都是 整個都是這樣子毛毛的 然後它比這個一般的短鞋呢 再更低頭一點 就是一個有點像樂福鞋的鞋型 非常的可愛 而且這雙其實沒有我的size 這個size呢 就是過大 大概代表2號吧 可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太好看了 所以呢 我還是買了 而且它價格呢 我記得是不到1000台幣 然後整個鞋型就是這樣胖胖的 很像麵包 我覺得穿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變半桌可愛感 很像那個小愛人的鞋子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前三天呢 在元素澀谷呢 唯一買到的一件衣服就是這件 非常可愛的奶茶色大學T 而且它是有刷毛的 我記得價錢算起來好像也是1000多塊而已 我就覺得 欸 好划算耶 後來之後一天 我會在上野的ABC Mart 逛到同一款大學T 我就連灰色呢 一起把它帶回去了 再來呢 不免除的就是UNIPRO的發熱衣 然後因為剛好它們已經在特價 所以算下來就非常的便宜 最主要的是這個 超級可愛的 這個是小baby的那種高羊毛背心 那我買來呢 就是要給我們家2隻貓咪穿 就是冬天的時候可以保暖一下 一樣呢 是我在山井Outlet的時候買的 然後是一個奶茶色的Coach短家幫家人買的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低調型的 就是沒有很明顯的那個Logo 它就是有放鈔票的啦 然後放卡 零錢呢 也是蠻好拿的那一種 就是開口算大的 這一個呢 是在新年那個 Shibuya Sky的那一個商場裡面的一個甜點店 它叫做Botter button 然後我們有買了一個蛋糕 在日本就把它吃掉了 那這一個呢 好像是他們家很有名的一個小蛋糕吧 就是可以買回來送人的 然後包裝也很可愛 那除了剛剛那個之外呢 我們大概買了十盒的白色店人吧 就是一個送禮自用兩相宜的點心 我自己超愛吃他們的白色店人 而且這個包裝呢 它是有原味跟巧克力口味各一半的那一種 藥妝零食類我只買了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藥妝零食都是在台灣就可以買到了 這個應該是Cat Mac的一個臥蠶筆 它前面呢 是像眼線液筆這樣子 它是臥蠶畫陰影的那個打底色 然後它的這個筆尖啊 非常非常的細 顏色呢 是很自然 非常的淺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到 另外一頭呢 它是眼影粉 然後它就是可以畫在這個臥蠶的 凸凸的地方 另外呢 還有這個超級可愛的皮卡丘卸妝油 這我也是想要買來送你們的 然後我自己呢 在台灣也有買過 卸起來還蠻乾淨的 而且呢 它雖然是油 但是不會容易讓皮膚長卸我的名字 小小的麻油兩包 Kit Kat 這一個呢 是巧克力口味 這一個是草莓口味的 這種東西其實都是在台灣買得到 可是就是看到還是會忍不住 想說抓個個一兩包來吃吃 再來呢 是我很推薦的這個酸酸的軟湯 它吃起來非常的Q 然後很酸 它的酸呢 是你沒事就是會想要打開來 吃個一兩條的那一種 而且會有一點的停不下來 這個我覺得很好吃 還有這個梅片 梅片也是就是很多人去日本都會買的 再來呢 是幫家人買的這個 表飛鳴買了很多盒 我日常很需要的太甜味山 就去日本呢 趕快補貨個兩罐 最後呢 是機場的免稅啦 那第一樣呢 是我們在機上買的一個日本的酒 其實呢 我們甚至有點搞不清楚它是什麼酒 但是因為它長得蠻漂亮的 然後就忍不住想說買回來可以擺在那邊 好像也蠻可愛 當個紀念品 Jomalong的香水 Jomalong在日本的機場買下來非常非常的划算 這個組合剛好有一瓶 是我想要的味道 然後另外一個味道呢 我自己也覺得蠻喜歡的 第一個呢 是比較木質調的香味 我會再把味道的名字跟大家分享 然後另外它一款呢 是一個比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但聞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這一瓶呢 就是他們家非常有名的那個小蒼籃 然後因為之前的已經噴完了 所以就想說補貨一瓶 再來呢 這個呢 是Dip Tea的 是基上版的香水 然後兩個呢 都是玫瑰香調 它是玫瑰香調的髮香噴霧跟蛋香水 包裝非常的可愛耶 就小小瓶的 對了 就是我在日本的時候呢 就是隨手買了他們的口罩 結果就很多人就問說 口罩不會帶夠啊 然後覺得很好看這樣 所以呢 我就多買了幾包 然後一樣有機會就是會跟你們做抽獎 再分享給你們 它戴起來就是比較輕 比較薄 就是戴起來蠻舒服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日本就是很講求什麼 小顏啊 V臉啊 所以他們這口罩做起來的那個效果啊 修飾臉型都還蠻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小小的東京張力品分享啦 希望你們看得過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你們去東京呢 都會買些什麼 不管是吃的用的啊 還是什麼閉逛的品牌 也歡迎分享一些清單給我 就是我下次的話就可以再去逛啦 那這次去東京呢 我其實有拍Vlog 但是我至於我有什麼時候會剪出來呢 我也不知道 也不妙的就是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會分享更多的基石動態 還有一些生活穿搭的訊息等等的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Ja 回到ost了 ína資料 你會是否出現 ? 我希望你會買的 你會是否引擎